這感覺到 客家文化流失的很嚴重 我們同屆的至少五百個人吧 然後會講客家話的 就是能流利的 會留你的講話髮那裡 請 送的 五百個 五百分之三 夠少啦 我是覺得蠻少的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從小跟我 傳阿婆講的髮那種的 是不行 對不對 我就覺得這樣不行 然後 就我先回答問題 剛剛有 剛剛有一個講師說 說都招生都招不到 客家文化研究所招生都招不到 年輕人 講真的啦 年輕人唸 客家文化研究所 出來好像沒有什麼飯吃 我 這我女朋友 然後跟我一樣大 然後現在在念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 他是日本人 然後 他就覺得 他很想要了解我的文化 所以他來念 然後我當初 其實我們家人超反對 你看我們全家都是客家人 我爸我媽我阿公我外婆 全部都是客家人 我們全部都是反對 你那在幹嘛 出來要吃什麼 用什麼 活不下去嘛 對 你日本人本來來這邊 可以找一個什麼日商公司進去 可能多賺個 你研究所畢業兩年 你多可以多賺個快一百萬 然後跑來念這個 可是我們最後 因為他真正 就是堅持的 他覺得我們的文化很好 不能就這樣消失掉 那 所以我們還是很支持他來念 所以我今天才會陪他出現在這裡 然後 謝謝 I say I say 好 那 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更實 用實際的 方式去看怎麼樣 讓年輕人重新認同這個文化 這個文化 我覺得才有 才救的下去 才活的下去 怎麼說勒 我舉一個例好了 比如說在美國 hiphop文化很流行 那一開始也是黑人的 世文化阿 可是為什麼他現在變主流文化 來在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中國新說出來的中國遊戲 流行到亞洲 也是 這個hiphop文化也是 就是大家年輕人非常喜歡 假設我們 我覺得我們傳統的文化很好 你打個比方好了 客家藍山 你看喔 像韓國文化 這幾 30年前不會有人想學韓文阿 我們亞洲四小龍之手的時候 不會有人想學韓文阿 可是他們的政府把他們包裝得很好 在他們穿傳統服飾 他們都找年輕的正妹來穿 我不想學韓文 我看到正妹我都去學韓文了 我們先創造 我們先創造粉絲 然後他穿 他們的傳統服飾 你看多少人去韓國體驗 像我Instagram Facebook打開來 多少人去韓國體驗他們的傳統服飾 其實我們也可以阿 我們也可以客家男生搭配正妹 先拉 拉懂肥仔粉絲 他們馬上開始學客家話 真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 我們要 拉攏年輕人對這個文化認同 我們應該先 我們應該先 就是 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 他們想要看到是什麼 欸 我們在那邊 喔對 所以我們才組織這個青年會 對 好 那比如說人家歌唱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們的客家八音不好 其實我們把客家八音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歌唱技巧非常厲害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融化更新 然後出一些新歌 出一些新歌 然後我們做出來的話 這樣子 不是可以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聽眾 那這樣我們年輕人就會喜歡這個文化 慢慢的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回來 真的 好 那這是我覺得如何 讓年輕人對客家文化有認同的 一些小看法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的發言迎來最多的掌聲 好 表情 很有笑聲 我希望 就這樣 就這樣 有兩位科法 兩位問題 一件問題就是 天台天事台 人撲下去三夫屋出